这一上午把我们三个累的不行不行的呢 看这个金发美女 我的主持上来了啊 直接上主持 这边这边这边玩 嗯 真香 哎呀我的天 看这排队排了多长 然后我找到了以前在国内的感觉 我现在在希腊的雅典铁贝城上面 看看这些游客有多少 我的天 美国人居多啊 人山人海的 跟那个以前咱们国内那个五一假期一样 十一的 这儿在这个贝城看不清 媳妇在我这儿露个露个面 哈 过来过来过来 哈 哈 上来 我感觉这个和罗马很像很像 这大石柱子 但是这个是就生豆式星石 就是天马流星拳的发源地 人太多了啊 姐姐在这一顿拍那个人 哎呀我的天 看他排队排了多长 哇这个就是变形的 在电视里边经常能看到那个 神庙啊 天马流星拳 就在这里边出来的我估计啊 真破 我媳妇比较专业啊 她带着这个麦克风 你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麦克风 对 然后声音就比较好你的 我的这里边呼呼呼的 是吧 你看姐姐在结梁 雅典这城市挺美的 就是人比较多 看到这个古代的卫城 和着这个样子我特别喜欢 这下面白色的 这些都是这个小房子 就是城市的啊 那边就是大海 在旁边看看 这个就大家熟悉了 在山顶上 城市中间的山顶上面 有一个大神庙 我把我媳妇麦克风借过来了 风太大了 给大家录一段 从高处往下看 有一个希腊古剧院 这破的也是非常有味道啊 看 跟意大利的很像 罗马文化很多 也受这个古希腊文化影响 看 旁边就是房子 全希腊那种典型的白色房子 再往后边是大海 这样的地方住着也挺舒服的 跟罗马有些区别那个房子 罗马是发黄的 这边是发白和蓝 这风忒大了 我还在这个神庙这个山顶上 走 找我媳妇去 这俩等着我呢 这边人太多了 而且美国人居多 我听大部分都说英语的 是美式的英语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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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俩低头足 等我是吧 走 全世界的这种高热度的旅游景点 都一样 排的人都特别的多 让我找到了以前在国内的感觉 真破啊 这下边啥 前俩的小腿 手手的 这样听的效果也好很多 我们从那边上来的 然后现在要从这边下去 媳妇 你这个麦克风真好啊 对 我刚才听了一下 一点杂音都没有 风声都没有 对 你这个物有所值 听 全是说英文的 有客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大家看啊 这排队下来还有一堆人往里进 往外出的 看看多少人 我的妈呀 放眼望去 一堆脑袋 媳妇在前面 这乌央乌央的 老婆 人也太多了吧 咱们赶紧出去吧 现在出门都非常困难 排队排不去了 出去还要排队 刚才有几个没素质的 从进来的地方 从这挤入去了 终于走出来了一段 站在高处往下 再俯视一下 我哪个去 好漂亮啊 老婆好漂亮 对 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地方 这另外一个小神庙 大家看到没有 好小 看着小 但离近了应该挺大的 现在去那个地方 有点远啊 走 我们三个现在下山了 看我媳妇和她姐姐 还在那拍照呢 刚才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那个上面的神庙 然后我们今天买门票 都花了12欧 买了一个 另外一个神庙 说是据传说 比那个山顶上的 刚才看的要大 但是实际一来一看 我有点懵了 4挺大 就5根 6根 7根柱子 12欧 就看那7根柱子 没了 看到没 我可能不是特别懂这个文化 所以 所以我看起来就有点 感觉有点不值 但是如果你懂这个古希腊的文化 看看这个应该是挺值的 这一上午 把我们三个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现在是中午几点 12点多了吧 1点了 1点了 然后我俩 我们三个我俩 老爸姐姐给忘了 姐姐 看姐姐在那看菜单呢 哎 我们就少了少了一个成员 你说了吗 少了一个成员 我没说 那个在酒店里绝着呢 就不太舒服 对 我们每次跟莉莉出去玩的时候 第一天她不舒服 水都不服 她的问题总是特别多啊 就是这个我跟中国我们说叫啥 叫公主病 公主病 对吧 我们有我们有这个说法 然后我们来了一个希腊餐厅 看里边挺舒服的 然后这边我还以为是吃海鲜为主呢 因为希腊的岛屿比较多嘛 过两天我们 什么过两天 明天咱们就去的岛了 对吧 带一个星期 我们找一个岛带一个星期 所以现在在雅典 雅典的特产是羊肉 羊肉比较 土豆 对 不是这个什么海鲜什么的 姐姐吃什么 姐姐吃什么 我吃一个慕萨嘎 也是 哎 也是希腊的一个特色菜 待会给你们看看 对我来羊肉土豆老婆你吃什么 我也吃慕萨嘎 慕萨嘎是吧 是茄子 土豆 奶油 比较好吃 对 你看我左侧方向 那俩人一直就盯着我们看 我左侧的 我的左侧 就看着眼睛都直了 你知道吗 看我自言自语 拿个麦克风 感觉像记者一样 看希腊人的都帅 我什么都没有 看人家贝了 跟意大利差不多 都是去餐厅吃饭 先送个免费的面包 但是这个面包 跟意大利的不太一样 我喜欢 上面撒了一些小炒料 这个是橄榄酱 橄榄酱我吃不了 这个我吃不了 还给酱 意大利没怎么见过 有送橄榄酱的 意大利有 但是不多 可能吃的是不一样 但是都是橄榄油 橄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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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 土豆 很多菜 行 先吃吧 我的主食上来了 直接上主食 烤的小羊排 配的土豆片 这是希腊正宗的 我老婆说的 我是不知道 然后看我媳妇吃的什么 这个是 像三明治 土豆 然后就是有肉馅 茄子 哇 这个不是面 不是面 这个应该是土豆姜 土豆泥 姐姐吃的一样 这个好吃 慢点慢点 我还是我的硬 那我的 我在这录视频 我左边那桌的人 就一直在盯着我看 就觉得我做一些奇怪的语言 他自己听不懂 他也特别好奇 大家看啊 这个羊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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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香 老婆给我点纸 你们馋不馋 来希腊记得啊 在雅典 刚才听我喜欢说的 一定要吃羊肉 羊肉是当地的特产 去到小海岛上面去吃一些海鲜比较好 嗯 还有柠檬 软一点 嗯 真香 抽抽三美类这个样子 我们吃完饭了 又过来给我们那个 在酒店的朋友 再带一份 他的餐 他要简单 因为他肚子不舒服 印度人开的韩国餐厅 这一个大啤酒 给我喝的有点迷糊了 等一下回到酒店 我先睡一会儿 我媳妇和他姐姐要洗头 今天晚上是这次来希腊最重要的目的 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啊 这次就是笨子他们来的 然后我跟我媳妇还有姐姐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我们要在希腊待大概八天的时间 然后我们找一个小岛 然后明天就去了参加完婚礼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参加希腊人的婚礼 他们说希腊人的婚礼比较出名 我也想去看一看开开眼 行了我不跟大家都说了 大家看我脸多红啊 这个希腊有点奇怪 气候和意大利不太一样 这边风大 风特别大 但是没有意大利热还好 行今天的视频先到这吧 视频的最后大家记得订阅点赞加转发 有什么小说的在留言区写出来 这几天我尽量给大家多录点视频 尽量啊 在我不喝多的状态下 我估计我们在海岛上面 就是天天在那个沙滩上躺着 行了拜拜 不多说了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